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双十一结束之后 大家都在看阿里巴巴的下一步 历经十年的努力 他们不但营造出全世界的购物节 还让大陆七成五的网友 都成为马云的用户 经过了这十年的飞速成长 下一个十年的成长 动能在哪里呢 今年的晚会安排 其实已经透露端倪 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晚会现场 拆解马云网购神话的新战略 大陆双十一购物节 迈入第十年 不只销售金额再创新高 网友下单写片的速度 也更急更快 百亿门槛比起去年 足足快了一分钟打标 10年前一整天的交易金额 就只有0.5亿人民币 谁也想不到如今膨胀了4000多倍 成为全球最大网络购物节 还创造了一天11个包裹的金元业绩 每一年的双十一都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的10个亿 在15年以后 在10年以后 一定我们相信 它会变成一个 每天普通平常发生的日子 这10.4亿件的包裹 订单来自200多个国家 物流公司甚至准备了50几架包机 准备飞往各地 这一股双十一狂潮 早就不只是大陆的团欢盛世 从阿里巴巴主办的双十一晚会 就能够看出马云走向世界的布局 早期晚会主打两岸艺员 但近年欧美明星越请越大咖 今年压轴的玛丽亚凯利 就以经典的嗨吞音 向全球粉丝招手 尽管道路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网路人口 网路上面高达8亿多人 但其中的四分之三 都已经是马云的用户 阿里巴巴的业绩 想再成长 眼光飞得望向海外 大唱中文大跳舞娘 日本女星渡边直美 人气同样横跨全球 今年时代杂志公布的 网路影响令名单中 渡边直美就榜上有名 还被誉为IG女王 网路粉丝不奋过界 今年双十一买得更多 买得更爽 大陆最大到全球最大 从大陆内需到发展外销市场 马云笼入外国网友的用心 互言和喻 今年是第十个双十一 双十一不是打折的日子 是感恩的日子 是厂商用最好的商品 最优的价格 感恩我们的消费者 双十一不是一个促销活动 而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快乐的分享 是一个中国人创造全世界认同的节日 马云的网购神话不断被自己改写 经过十年飞速之后的赛部 又是全新的考验 马云把眼光看向海外 而且生意也不只要做双十一这一天 而是希望网友天天都上门 所以早在双十一之前 就跟台湾的家居品牌策略联盟 在台湾传立了实体的家具门市 联手打造虚实整合的新零售旗舰店 要让网友出门逛街的时候 也有机会认识马云的网购品牌 各种行销宣传也进军台湾 现在新一商圈一起占据 扮装任务招揽渊戏 这是马云在台湾的抢客大作战 早在双十一开打之前 马云的网购品牌就以各种促销宣传 要让台客一开手机 就能看到自家网购APP 它只要注册呢 我们就会送爆米花 还会有折扣吗 觉得还蛮新鲜的 因为就是平常都是只是在网路上看到 然后就是比较少在台湾 看到他们实体的活动 以前双十一主打是一年一度大写拼 但现在借着超大的扭蛋机 各种抽奖小游戏 持续强化品牌印象 因为马云不只要做双十一一天生意 还希望一年365天台客天天都上门 我觉得我的荷包在蠢蠢欲动 对淘宝有一个印象深刻了 可能还会去想要进一步去了解 他到底要怎么去操作这样 深耕台湾的企图心 不只展现在网购平台上 销售的触角同步延伸到实体通路 今年在台湾也挽起虚实整合新领售 本红小马变身坐驾 完全激起粉临美眉们的梦幻少女心 很像在玩单人的旋转幕吗 这是马云在台湾第一个实体旗舰店 过去在大陆网购平台上 看得到摸不着的家具 现在跨海来到台湾 真真实实摆在眼前 布料颜色 手摸触感 不用靠想象直接面对面 太可怕了 怎么可怕的 双钱包 坐一坐好像很舒服就买了 太方便了 怎么说 就喜欢就马上买 还不能货比三家就已经买了 借由实体店打破跨海网购 大件家具的心理障碍 幕后实际操刀的是台湾知名家军集团 原本就非常擅长实体零售 两岸门市约150家 年营收369亿台币 这一次进阶新零售 自建网购平台 网路同步开卖 但网路上毕竟只能看不能摸 为了建立信任感 网路的定装照 不只单拍沙发细节 而是套用实体门市的成功模式 在主角沙发之外 布置营造出完整的客厅空间 像我现在挑 它颜色比较淡的页面 像这种刊登广告 这个就尽量避免掉 然后像这种颜色比较重的 页面就也是避免掉 像这比较舒服大地色 就可以拿来当摆设 然后这样子在整个画面里面 它会比较舒服 包枕踏电查机 配出一整套的组合套装 让网友不需要费身烧脑 就能够知道自己坐在客厅里的感觉 网路销售业绩 果真同步拉台一路狂飙 这个分类的成交率是其他分类的八倍 有一种人是 如果这个风格我很喜欢 我喜欢一次买棋 所以这样子的组合式销售 可以帮助这些人省掉非常多的时间 自拍棒是必备的 在实体门市的经营基础上 不断往上发展 跟上最新潮流 请来网红直播 介绍沙发分享体验 我刚刚有试做觉得很软 就是它的软又是会回弹的软 因为这样子 刚刚镜头这样一拍就拍得到 我一坐下去就丢下去了 从沙发软硬到材质触感 统统来过一遍 让湘民网友就算隔着萤幕 感觉也像是清零现场 弄脏都可以洗 都可以洗都可以洗 跟照片一样可以修可以修 运用的虽然是目前网路行销的主流形态 但主要的目的仍然是要打破 实体与网路之间的除荷焊接 我可以直接看到网友的留言 我马上就回答你 我马上就问店员 我马上就给你资料 我马上就把那样东西拿起来给你看 网友们可以马上得到答案 那当然相对的就是 对他们的购买率就会更大 虚实之间结肠不断优势互补 这一场在台湾的新零售实验 要让全球最大的电商狂潮 在双十一之后效应持续发酵 双十一不只是购物 更是一个打造全新购物与生产链的契机 原先只是实验阶段的新零售 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 从虚实融合的销售环境 到机器人上菜收拾餐盘 再到运用大数据 开辟全新的智慧产业链 其实因应双十一暴增的订单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消费节庆 已经逐步带动各种产业升级 新鲜的都在这 波士顿龙撒帝王线 活跳跳的海鲜仿佛把鱼港搬进超市 生活上其实像这种现场现场吧 对我们来说都很方便了 因为像我们现在这种小年间 相当于出门进菜场可能就少了吧 现场现场肯定是要以客户的这个体验感为主 然后现场呢 可能是对于我们的便利性更强一些 边吃边逛 既向超市又向餐厅 2016年电商巨头马云 喊出新零售 轮廓慢慢成型 从上网逃货再到实体店复苏 看中的是消费者要体验的仪式感 马云不只做电商 触角跟延伸到AI人工智能 快来咯 一块起来自拍的 机器人在轨道上滑来滑去 圆圆的造型成为颜值担当 搭配语音麦蒙展现亲和力 餐厅靠送餐机器人 取代低阶劳动力 机器人是有大脑的 当你下单点好菜之后 它会知道你坐在哪 直接把菜送到你的桌边 快来咯 一块起来咯的菜咯 把我的那个童区 童贞给那个勾出来了 刚刚有在跟他交流 到那边去了嘛 然后他过来 他会过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心里作用 智能和人工的 是在一起的 就复合型的 然后又有很先进的东西 比较方便 然后又有很多的 那种人情味在里面 通过声音涂上 感应技术 机器人即便在轨道上 洒露相逢 也懂得必让 在依序完成送餐 路上还有来来回回的不误声 跑腿帮忙收晚盘 消费带动的 不只是智能环境提升 突飞猛进 还让产业链重整 变得更加灵活 闲置生产力 可以激动一印 投入双十一这样的消费高峰 真的就是我今天到的样衣 然后这个毛领都是 就真的毛 然后里面就是厚实的 一层毛在里面 网路卖家 直播推销新款东一 喜迎双十一爆量订单 但就怕工厂消化不了 发货慢慢拍 消费者的富贫毫不留情 通过这个台湾工厂这个平台 有很多匹配的订单进来 不满三十岁的成益工厂负责人 吴建峰 刚创业一年 不用跑业务 电商卖家把需求po在平台上 工厂评估能应付 立刻集单救援 这是分享产能的新概念 有几十个款同时在进行 我每天可以把十个客户 他要求的款都可以出到 我们以往的合作模式的话 可能会要承担货款收复回来的风险 线上的平台的话 你们在前期就能收到 百分之三十的定金 在发货前就能收到 百分之七十的尾款 传统的成益工厂也要数位化 可以看到工人头上都装着摄影机 记录每一道工序和他们手上的动作 未来这些都将成为数据 27个摄影机 每天超过一亿次扫描 背后有人工智能撑腰 视觉分析后 生产过程变成可量化的数据 未来更可以显示 裁剪件件数 工人生产量和预估 交货时间 这个计划表时间是正常的 所以它这里显示的是正常 这里是进度到生产 这里是55% 通过这个大数据 我能看出来我哪一个工位 哪一个程序上面 是可以更加简化的 效率更加能提高的 做不了大量流水线生产 刚好应付个性化的扫单 数据能算出工厂擅长做哪类衣服 工人怎么配置最有效率 电商也能减少供应链成本 关键环节都数据上线 让它能像一个现代化的 无人工厂的管理一样 工业体系通过数字化来 去做重构了以后 帮消费者实现 不光是个性化的设计 还能够更便宜 品质还能够更好一点 实际比较宽 可能0.5公分的话 效果不会那么好 无论面向消费端 或是企业间电子商务老本行 马云团队正以无所不在的数据 和智能范畴 构建科技世代的产业新面貌 说到了双十一 外界的目光全都集中在 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 事实上以北京为基地的京东 也是个不可轻忽的对手 尽管营业额跟阿里巴巴 还有一段距离 但营业额年年成长 也成功吸引了台湾消费者的目光 根据他们的统计 在双十一期间 台湾最会买的城市是 新北跟台北市 最爱的商品是汽车用品 在大陆创造出 世上最大的购物节之后 以杭州为基地的阿里巴巴 不可一世 几乎只剩下以北京为核心的京东 还有能力抗衡 这次双十一 京东几乎全体总动员 拉长战线 从一号就提前开战 在这一场购物节中 台湾消费者也不落人后 根据京东的统计 今年大陆双十一 台湾最会买的前五名地区 分别是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市 桃园 高雄 五个城市 占了台湾整体订单的80% 而购买前五名的产品 分别为 电脑商品 消费电子类配件 家用电器 汽车用品 家居用品 其中汽车用品 被大陆电商 视为消费大黑马 因为汽车用品的品类的话 在其他地区还没有上榜到 特别靠前 但台湾的网友们 非常喜欢汽车的一些装饰 汽车的一些电器 双十一带动的不只是全面的内需商机 更重要的 还带动了全面的科技提升 打造全新的消费环境 机器人送菜 机器人烹饪制作 这是大陆电商新推出的无人餐厅 噱头十足 我们前期和厨师一起精心挑选了 约四十道菜 然后我们把这些菜固定成程序 那我们在这里需要的人 他不一定要是大厨 那么他可能更多就是 能够按照我们的标准 去制备一些菜品 然后熟悉 以及知道怎么样最好的配合机器操作 就能够保证最后出品的效率和体验了 客人用手机扫码点菜 驱动机器人开始料理 他们不会累 不闹情绪 煎煮炒炸 下手精准 品质划一 操作员负责把食品调料放好 机器人自己会依照制作程序 烹调出来的食品色香味 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出来 这种方式现在年轻人比较习惯 我觉得 你还是会喜欢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更快 更方便 这种比较时尚 然后又比较便捷也新颖 传统的当然 传统的可能跟人性化一点 结构性的消费环境调整 也让西境的台湾人民 找到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可以发挥软实力 大陆的双十一每年都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顾客加入购买 那么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电商加入双十一阵容 像我们就了解有台湾的电商在北京 特别诸鹏来抢攻双十一市场 走 带各位一起去看看 三二开始了 又到了我们什么时间呢 美丽鉴定团的时间了 这个摄影棚位于北京 来自台湾的电商达人侯启东 巧妙利用两岸文化各有所长的事实 开拓出自己的优势 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逻辑 它可能跟这边不太一样 那就会差异化 有差异化其实就有专心的机会 我想双十一大家都有顺带的方式 然后看到一种方式是跟他们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OK 这就是你获利和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 新科技有效降低营运成本 摄影棚规划在地下室 月租金7000块人民币 再加上一台桌上电脑 小型摄影机 就可以加入双十一战局 毫不逊色 摄影机部分我们没有用传统的手机 而是用专门的摄影机来拍 这样子的画质会比较好 同时间它传输讯号也会比较稳定 那这个镜头其实并不贵 比手机便宜多了 大概是八九百块钱一个 已经有网友在问我们说 今天价格会多漂亮 多漂亮 至少比你平常这样购物车的那个人 价格打一半算 曾经帮中职开球的摩托尔邱惠文 这一年转战北京 加入电商直播行列 看的就是这里的人口不低 北京市的人口就有两千万人 可是全台的人口才两千三百万人 所以等于一个北京市就差不多台湾的 一个一个整个人口 所以这个市场是不可比拟的 这就是双十一购物黄欢节背后 大家看不见的努力与尝试 这并不是一场金钱游戏 而是创造更多的空间 可以容纳更多的梦想与更多的提升 根据2017年大陆消费趋势报告 零食类销售额在大陆网购食品当中 占了大约30% 占比第一 双十一购物节成为制作零食的台商团队 最忙碌的期间 像是这家位在新北市淡水的团队 就是从帮大陆品牌代工 开始布局大陆市场 每年参加双十一累积经验 如今已经成功登陆 创造出自由品牌 新北市这家零嘴工厂 每年11月 业绩进度有密忘记 尽管位在偏离市区的地点 他们也参与了地表最大的购物节 来自大陆的订单暴增 第二代老板白风家 带着团队忙碌赶货 你也知道我们开在这种算 鸟不生蛋的地方 那都还能存活20年 一定有我们的一个原因在 那其实当初会选择来这边做 不在淡水老街做 主要也是想说我只要把东西做得好 其实你基本上不会怕没有客人 冲糖是把滚烫的麦芽糖 倒进打发蛋白里 这是决定牛軋糖口感 最关键的步骤 新鲜的蛋白打发 那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的点是 他煮糖的时间 要跟这个蛋白打发的时间 要两个 要配合得刚刚好 白风家父亲做汉饼起家 十多年前因为吃到一颗 太黏嘴的糖 决定自己研发牛軋糖 借机把贪玩不爱念书的儿子 拉回家帮忙 有一次他吃了某知名的大品牌的牛軋糖 结果后面的那个牙就崩掉了 他就觉得说这个牛軋糖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硬 那他自己就尝试着开始去改变他的软硬度 父子之间是存在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 因为都是男人 那当然我想说 既然你有办法可以做这样 那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得不更 我大概改了不下十次吧 接班零嘴工厂 白风家改变生产方式 传统口味有了更多变化 老牌子被彻底改造 一开始父子关系陷入紧张 我那时候为了要做咖啡口味 我记得我应该有三天没有睡觉 对 那就是一直去追说 到底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可以去达成我要的一个效果 那时候可能为了包材的东西 也跟他抗争了很久 添购机器包装增加产量 白风家开始布局大陆市场 过去几年团队先帮大陆品牌代工 领激经验 今年西境广东惠州设立自由品牌 台湾你有门店有网路 其实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牌 可是在大陆它可能不一定需要有门店 它只要电商的部分做得很好 那原则上它的销售量的来源 都几乎会是从电商 从2011年开始 大陆临时市场规模 从每年3205亿逐年攀升 到了2018年 预估将达到5000亿人民币的商机 白风家把握双十一活动 希望增加在网路上的曝光机会 我相信双十一其实我们会以广告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那基本上我希望能让大家更多的大陆朋友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品牌 知道我们的好在哪里 所以双十一对我们而言 其实盈利会 盈利的效果 基本上我们会先放在一边 我们会希望说 藉由双十一曝光 让更多的大陆朋友们知道我们的品牌 根据2017年大陆消费趋势报告 零食类销售额 在大陆网购食品中 占了大约30% 占比第一 过去习惯经营实体店面的白风家 除了线上行销 也在广东当地开设咖啡馆经营实体店面 对 现在很多外面已经不容易找到的 好吃的这种东西 就是在这里才找得到 对 这个就是古早味 那线下的部分 那我就是希望说能够借由类似这样的展览会 多办一些DIO的活动 增进一些亲子的关系 其实这样相对他们对我们品牌的认识 一定是会更深刻的 百风家接下来 希望能把父亲的绝版手艺 结合学下流行的体验手作 带到大陆 趋势整合的行销方式 才能在两岸电商大战中 成为最牛品牌 大陆双十一狂欢夜 邀请到许多大咖艺人轮番演出 让这场一年一度的潮流盛典 精彩万分 节目最后 邀您一同共享盛举 欣赏享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